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和我们推荐的三罐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 读报了时间 加拿大新闻网七中全会开幕 习近平做报告定调中国式的现代化 那就是二十大的议备会议 中共的十九届的七中全会 那就召开了昨天 那么习近平做了工作报告 二十大报告的讨论稿做了说明 王沪宁对党章的修订案做了一个说明 那么习近平已经定调了 以前在两个月前 十八大以来 党的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绩 发生历史性变革 成功和推进的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那估计就会在二十大报告 当着一个主旋律来聊 当然中宣部拍了十六级的大型电视专题 并叫领航 为习近平展开第三次的任期的这个造势 那么有三百多个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 那么在京西宾馆参加 会期是四天 那就十二号的闭幕 那么会决定呢 二十大在十六号的开幕 那么讨论了三个文件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下二十大的报告 十九届中央纪检委员会向二十大的报告 中共的党章的修正案 那么这里面呢 两个维护啊 两个确立啊 这种之类啊 就很多 那么这个报道 现在慢慢就多起来了 世界性往 中共二十大是三定之会 三定 定班子 定旗帜 定道路 定道路 那这里面就谈到了二十大 那么这里面三定 就是选什么人决定旗帜和道路 三定的先定之责 先定机构 先定编制和领导之数 那么正式的开始 但是二十大不一样 就是定班子 定旗帜 定道路 那么旗帜决定方向 道路决定命运 就是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问题 那么叫三定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这个 时事求是的奖呢 改革开放之后 党的代表大会从来就是程序性大会 人道士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再开会 搞一个流程 再也不会像毛泽东当年那样 人和四百平 就连会也不开了 今天的流言满天飞 主要是局外人的各有所思 各有所想 那么定什么呢 就打什么旗 走什么路 那这里有个分析 旗帜跟领导人的地位紧密相连 道路看起来是思路的举措 实际上跟班子有关 英国BBC也是谈到七中前会 实际就借七中前会召开做最后准备 修改党章主席团排名成了看点 那这里面就谈到了三份文件 刚才武门已经谈到了 那么举行四天 四份无件 这个三份文件的讨论应该是四份文件 四份文件 那么就是听取习近平的报告会通过 第二个呢 二十大的报告要通过 那么就是中纪委的报告要通过 然后呢要这个党章的修订案要通过 那这里面看点是什么呢 党章的修订 党章修订呢要把两个切立 就把习近平这个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还有他的思想 噼里啪啦就上去了 那么这里面会主要的 跟衔接第三次的历史决议 那么主席团的看点 就是首席团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他认为很有意思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吴国光 2018年又讲到了权力的剧场 他把中共的党代会 视之为权力的剧场 党代会实际上从来没有机会 履行党章有所规定的宪法 宪的权威 事实上党代会不能够确定 政治纲领修订党章任命领导人 他不过是在位在位领导人的 相关决定背书 德国之声 那么谈了十年 这个中国梦 谈到了习近平重属中国军队和亚太格局 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两艘 现役的航空母舰 还有数百枚的远程中程弹道导弹 数千架战区 还有一支甚至超过美国吨位的海军 那么这里面他认为呢 下一个五年 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可能会加速 那这里面谈到了韩国的蓝水海军 澳大利亚这个核动力的潜艇 亚太地区的武器购买量现在快速增长 那么去年一年呢 亚太地区的国防开支都超过了一万亿的美元 中国菲律宾越南在过去十多年的国防开支 大概翻了一番 印度韩国和巴基之弹紧随其后 日本也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从军事博物馆走出来的强大利亚 过去这支军队很烂 但是现在呢有长足的进步 那么他认为改革这个军改还是有成效了 这个真正的努力才有成效 所以呢 美国现在这个军队是中国唯一的竞争者 或者中国这支军队是唯一的竞争者 那就是说中国的核储备也在成倍的增加 中国现在可以实现从陆地海上空中发射核弹 以美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武器遥相呼应 中国现在拥有350颗的核弹头 是冷战时期数量的两倍 那么到2027年中国的这个核弹头可能要到达到700 达到700枚 那这里面呢就谈到了中国 要有人说周边地区的竞争竞争是习近平帮了我们那个大忙 但是澳洲是特别这么说 如果不是习近平 我们就不会跟英国还有这个美国形成一个 奥卡斯这个协议 他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好 法广 一个专稿 习近平王朝登场了 打了个问号 他认为呢 这是中国二十大呢 黄沪宁的党章修订化 他这个直接参与起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 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朝帝师 又会搬出什么招数来 那这里面就是会不会把两个切立写的党章 会不会把习近平一大堆的这个思想改成习近平思想 那么跟毛泽东思想并假齐驱 那么这里面中央社还有很多都有评论 但是可能呢 本届的中共的党代会的意义在于邓小平建立了政治继承体制 正式受终 进入了一个以新时代为名 看不到终点的习近平王朝 那这里面就是到底谁上谁下 李克强的总理呢 谁来接啊 汪洋会接还是胡春华来接啊 他认为有些分析 那么也谈到了谁上谁下 那个大上海这个经济指数 搞得复数的李强会来当会不会接李克强的班啊 然后呢这个陈明儿呢 会不会也后来居上啊 还有呢说大话的蔡奇啊 天津的这个忠诚不绝对的李鸿忠啊 还有这个梁家和的是当时的市委书记李希啊 还有谈到了金薛祥谈到王小洪 也谈到了王一 他们会不会更上一层楼 那这里面就谈了很多 谈了很多 这一点我讲大家都已经意识到 反正代表了海外的一些媒体的一些看法 那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元老 能不能扮演杰涉的问题 那现在就大家就说 会不会是个王朝的开始 中共可能的纠错能力会不会完全赏失 那么七上八下变成随心所意的一个操纵机器 中共约束本党最高领先的机制会不会荡然无存 他就很多的说法 习近平彻底改型更张 放弃连任有可能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纽约时报有个专稿 习近平是翻版的毛泽东 拷贝了毛泽东 那如果真把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 新华社的报道当回事的话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新华网有一个名为习近平时间的频道 专门致力歌颂他的政绩 那么有一些标题他在于参考 习近平残疾人权力和希望的捍卫者 习近平跟一座西藏春落的纽带 习近平跟他对中国海外大熊猫的关爱 就是具体到这个地步了 那这里面呢 习近平呢 他敢断言 他所建立的个人权崇拜 将有助于他对中国的统治不受任何的挑战 他讲到了二十大一定会 他肯定会第三个任期 那么我们早就应该把习近平视为毛泽东的复林 那又回来了 他说习近平认为毛泽东非常值得仿效 那这个剑桥大学有一个假师 商学院担任教授的孟瑞施 挤了一个例 他说习近平经常引用毛主席的口号 他的穿载和举止很像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他着重非常特殊 那只有毛泽东的非常特殊的场额 才穿着服装 毛死服装 在天南门发表演讲 就跟毛泽东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样 他说如果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效仿只是作戏 那么除了历史学家谁都不会太在意 那不仅如此他像毛泽东一样 习近平主张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正在压迫排挤施起外企 极度的依赖政治宣传 切断了本国媒体 本国民众获取外国信息的管道 那么对日本英国美国的怀友怨恨 认为这些国家曾经羞辱中国 企图阻止今天的中国的崛起 他还打算通过解放台湾 来完成毛泽东的结束内战 一个很大区别他认为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 毛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吃尽苦头 但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尝到了甜头 中国的经济奇迹的习近平时代还在延续 这是习近平一大优势 那么现在中国的有一个暗含的交易是说 现在中国领导人承诺带来繁荣 作为交换人民把他送上坚定不移的支持 习近平的政策威胁了中国的繁荣 因此威胁了这一次的交易 这里讲了很多都是批评的声音 都是批评的声音 那么习近平客观来讲 是个毛主义倾向十分强烈的人 美国之音 中共二十大的报道 党内改革派和民间倒席 劝队呼声分传 他就做了一个归纳 那么这个归纳据说 党内有改革派发起 广大民众参与的公民反核酸 反封锁反倒推的新三反应动 这个夸大了 还有一封海外民运人士呼吁 要审判什么习近平 然后有一个公开信 那么还有一封劝退信 就把这个做了一个归纳 哗啦哗啦一大堆 那这里面新三反应动 是不是真的是大家都会呼应 好像也呼应的面积 也不是很大 那么中国的公民 秘名发表倒席除席的 什么文章 他就做了一些归纳 他特别谈到了李兰央 李瑞的女儿 那么史丹佛大学 胡胡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他说习近平手握刀把子 枪杆子笔杆子一上台 他就像毛泽东一样 终身把持最高的权力 他认为习近平的连任大局已定 但能不能反对这位 开历史倒车的中共领导人 赖在台上不下来 他说江泽民 胡锦涛等卸任的领导人 不可能支持习近平搞终身制 这些江泽民 胡锦涛 这些人的90岁晃荡 这些人还活着 能形成一定的群体气候 当然这些人 不可能聚在一起花生 那么心里头是不接受了 连任还是一把双任剑 诸如此类 那些歌功颂德高喊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人 有朝日有可能是 整习近平最狠的那批人 所以忧着点 意思是这样 《纽约时报》 谈到了全球经济换缓 多国陷入了中国的债务的泥潭 这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 和巨大的外债的问题 那么中国已经在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 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巨人 现在对许多国家的金融 未来拥有重大的影响力 但借出了巨额资金 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被全部的偿还 讲到中国的贷款问题 那么贷款问题呢 加剧的挑战的严峻成动 那么北京全力强大的 政府部门之间的官僚斗争 让债务问题 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 所以有可能一拖再拖 那谈到了这个中国本身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支持 他认为呢 所谓的债务陷阱的外交 这是西方的一个指责 他说这些都不是什么陷阱 而是一座座合作的封碑 这是王毅今年说的 那么谈到了中国解决外债 都外面的债务的问题 那么公国跟美国之间的 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些不同的做法 那么到最近为止 庞大的贷款规模让许多政府的负担 负债不断的增加 不是地方政府 而是外国的政府 那么讲到了阿根廷 讲到了非洲 好多 国际货币竞争组织说 世界上五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的偿还贷款 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或者已经拖欠债务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贫穷国家 欠中国的钱 比欠所有西方政府的总和还要多 但目前的贫穷国家的中国官员 需要进行不受欢迎的讨债工作 讨债 讨债也是生产力 比做核酸检测还要来得及 好了 纽约时报有另外一个专稿 中共二十大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 在习近平领导之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 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债权国 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恶化的状态 楼市濒临崩溃 外国投资萎缩 清零政策让很多企业陷入困境 下一步的行动 中国的未来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提供重要的线索 会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纽约时报的北京分社的社长有一个分析 特别谈到了共同富裕 双循环 以及新的领导班子对中国的营商环境的带来什么的影响 美国之音 台湾延距马斯克的涉台建议 北京先冷后乐态度急转 这个马斯克之前提出有关设计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建议之后 这金融时报报道 北京的态度是在星期天24小时内发生大逆转 从猜疑到拒绝 变成欢迎和接受 令人玩味 但台湾还是延迟拒绝 这马斯克跟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个专访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不可能让人免疫 他们有可能采取比香港更宽松的安排 结果台湾就拒绝了 民进党拒绝了 那么北京是先拒绝 先变脸 后来又表示欢迎 特别是央视 在新闻报道中指着马斯克会表不当言论 妄议台湾问题 不准妄议 他跟着来妄议 有钱也不能妄议 然后呢 二十四小几小时就变了 估计呢 内部没有协调好 没协调好 包括秦刚大使也表示欢迎 毛林也表示过去的一个消极的态度 马斯克 有钱人什么都要指点江山 乌克兰的问题 他也有多说法 亚洲自由之声 那么谈到谁呢 黄岐山的救赎 招行原来的行长田惠宇 涉嫌以权谋 谋私 谋谋恋财 哇 好厉害 双开 赶在二十大 把王岐山的很多党羽手脚 全部给干掉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反正这个人已经被 双位很久了 现在是双开 反正每一个好东西都是生活腐化 损功肥师 敛财啊 敛难权啊 贪婪无度生活腐化 都是这么一些人 他长期担论过王岐山的秘书 那么王岐山的前下属 大家知道董宏 二十亿 判了失反 蒋桥梁被免职 那么任志强被 控贪污 判刑18年 他都把他拽在一起 半岛电视台 谈到了克里米亚大桥 对俄罗斯有什么重要性 俄罗斯 是不是打击乌克兰目标 作为回应吗 实际上已经打击了 现在轰炸 击辅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 估计还会再来 那么他认为这是乌克兰 整的 整的 就莫斯科的导弹 莫斯科号的导弹巡洋舰 和克赐海峡大桥 这两俄罗斯的乌克兰 克里米亚地区 臭名昭著的权力象征已经消失 俄罗斯下一步的行动会少 那么现在就讲爆炸这条大桥 这座大桥已经远远越过了红线 那么虽然修复损失是五亿卢布 大概是八百万的美元 但是排除使用导弹瞄准 这可能是一两两汽车运送的炸弹 这是一种恐吓 同时也就是谈到了 俄罗斯一定会做出回应 而士将已经做出回应 轰炸吉辅也是个回应 以后俄欧战争已经没有红线了 这一点就是战争很容易 明显升级 而且北溪管道和克兹海峡大桥被炸 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争升级的举措 亚洲自由之声 谈到了在香港内收俄罗斯巨富的游艇 普京遭制裁的盟友游艇停泊在香港 美国警告香港政府损害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声誉 在莫尔达绍府所拥有的超级豪华的游艇 Nord停留在秦国的香港水域 那这里面美国国务院还欢迎抢了这一点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取决遵守国际法律和标准 那这个人是俄罗斯的钢铁大王 后来就是普京的盟友 遭到了美国英国欧盟澳洲瑞士和日本的制裁 估计这一艘游艇呢是有五亿美元 是海声威出发一个多小时一个多星期 然后呢到了香港 现在停在建立地城跟昂船洲之间的这个水域 昂船洲是大陆的这个驻港部队的海军基地 那这里面呢就谈到了英国也跟着来 但是香港这个外交的问题不是我们管的 不是我们管的但是来讲呢 如果香港成为广泛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 或者个人之热门的目的地 会大大增加香港面临的风险 可能香港会面临二级的制裁 那么好了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七中全会几乎是二十大的会前会和预备会 西华媒体昏昏推出个二十大相关的报道评论 我们从今天开始 读报的节目也会每天推出一个二十大专题 直到二十大的结束 敬请关注 第二呢 中南海的政治战兴术 能难占据海外油管制媒体的版面 各种栩栩如生的场景描绘 指向性焦点都集中在习近平这个人身上 各种观点纷纷层层不一耳足 普遍存在的一种蛛丝马迹就开始借题花灰 明显的趋于反制化的缺陷 这吴国王的批评还是对的 但是随着二十大召开 这一类的场景描绘可能会逐渐的减弱 第三 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目前严峻的形势 不一定能够给二十大召开带来更多喜庆的氛围 中美关系螺旋是下滑的恶化的趋势 给之后的中美关系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投下了阴影 亚太地区的军事竞赛 军备竞赛持其比落 能将继续的抬升 北京对马斯克的倡议宣示排斥后手 欢迎说明内部的反应机制缺滑灵活性 外交部跟涉台部门的政治敏感度明显的迟钝 第四 欧战争升级不可避免 北溪管道 特赤海峡大小 先后被炸 都是战争升级的明显征召 乌克兰昨天宣布支持日本对北方四岛的领土伸缩 也是极为策略的一招 北京外交部对此视而不见 回避反应情有可原 因为涉及到中国对历史上外东北等领土的历史问题 这或将成为可预见的未来 北京的中俄关系上的一个难题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给大家看 老杨说 感谢观看